来自菊岛的尊荣味蕾饗宴 澎湖浮蓬洗来灯 五星严选顶级海黄干贝XO酱 极致口感鲜甜海味 严选新鲜顶级海鲜 有肥美鲍鱼 新鲜大干贝 高档石斑鱼 秘制独家配方 拌面拌拌入菜都适合 一瓶在手 五星料理马上拥有 快点购独家组合热卖中 上网搜寻快点购 海黄干贝XO酱 美味送到家 大家早安 我是麦玉杰 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这节上午7点钟的中天新闻了 来呼吁一下 这个小时的新闻我们已经有双开了 邀请大家 如果你原本是待在我们主频道收看的好朋友 现在就可以一块帮我转到我们的子频道 中天新闻的YT频道来报道 在今天7点钟跟8点钟 两个小时的新闻会开在同样一个直播连结 是由我跟秀秀主播为大家来做服务了 要来继续讨论的是在性贫风暴之下 林非凡已经宣布退选立委了 不过接下来可能要接棒来参与 参选他这个选区的是鸡排妹妈 同时还包含了国防部公布了这个国防应变手册 但是呢大家就觉得这里面内容真的是蛮夸张的 今天新闻当中都会跟大家一块来做讨论 聊天室里头先来跟各位来打声招呼 有看到陈英泰Kelvin Singh 赖朵朵Berry妈Andy妈超级派拉利40百在眼前 许瑶诚燕怀亭 还有看到张新帝巧巧张天师 AmourA样的加入 另外现在玩乐也有在聊天室里头留言 还有看到小鱼Pola样跟谢志良 同时呢持续又看到这个是槟榔50 以及张宗宗神小妹的加入 非常感谢大家 另外也有看到特洛伊汉朋友对我的斗内还有支持 留言提到了小麦主播早安 哈喽你早哦 另外黄泉民跟乔尚凤的报道 谢谢各位了 这个小时的新闻一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心的是在台中 有一间30年的土地公庙 14号凌晨时分金船火警 在现场呢整片土地大面积都被烈焰染成了橘红色 黑色的浓烟还不断的往天空飘窜 详细状况联系给记者李宗泽 侯主播画面上整栋建筑物的一楼 全面陷入火海 现场还能听到爆炸声响 消防人员拿着水线赶紧灌旧 从高空俯瞰更惊人 整片土地都大面积被染成了橘红色 黑烟不断往天空飘窜 台中今天凌晨4点多 一间土地公庙发生火警 父亲住户表示 火警前有听到碰碰的声响 出来屋外看 整间庙就已经全面燃烧 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我听到蹦蹦的声音 我叫他大楼烧 我走去楼中要看 我怎么吐到门会烧 火警同时的波警庙外 提放的6辆机车 可以看到车壳 受到火势高温影响 皱褶凹陷 还好庙内的瓦斯桶 被紧急拉出来 没有酿成更大的灾情 不过恰巧的是 这间土地公庙 最近在另寻地方要改建 没想到今天一把火 就全数烧毁 所见火势在15分钟内扑灭 没有酿成人员伤亡 另外在高雄一处社区 13号深夜也传出火警 消防人员拿着水线 对着被烧到融化的垃圾桶 洒水降温 住户被吓得从家中撤出 围观在7楼 消防人员研判 起火点疑似是被烧毁的垃圾桶 是否有人为纵火因素 还是废弃电池引起的火警 后续还要厘清 以上最新主播 好 现在来谢谢一下 我有看到吴冠军 对我的斗内 非常感谢你 还有看到Rita跟Jamie 蓝天重现张强 娛乐的加入了 提醒各位记得帮我按个赞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有一名网友 在脸书PO出了影片 只见他开车行进了 国道一号南下五谷交流道的时候 有一台黑色的乡情车 在扎道路间处 打算要跨越双白线插队 原PO看到之后 随即加速捍卫路犬 没有想到对方驾身 当场是恼羞 开始沿路的B车按喇叭 甚至还二度摇下车窗 丢宝特屏 这个画面一出来之后 网友纷纷痛批 是我也不会让 违规你还要别人让吗 他硬要开到你前面 而且还丢垃圾 真的是很多条可以检举 好 另外也有网友提到了 如果这个不去检举 他真的是对不起自己 对此国道警察局也指出了 黑色的休旅车 已经违反了 卫衣规定使用路肩 汽车驾驶 用手持的方式使用手机 行驶当中 对于车外丢弃物品 等等的多项违规 依法是可以处 3000块钱以上 6000元以下的罚还 在高雄 原名车主行驶 台88快速道路 排队下交流道的时候 就被拍照检举 违规行驶路肩 警方对他开罚4000块钱 好 没有想到呢 这张罚单引发了名怨 现在大家下交流道的时候 都不敢靠右庭 就停在主线上 结果呢 因此造成了 88快速道路塞车5公里 警方立刻开会讨论 不排除要撤销这张罚单 也会在闸道出口 安排人力控灯 适时会开放路间行驶 来缓解车流 停在路间排队下交流道 那些有人在乎 所以政党都很收拾 88快速道路 要下交流道 不敢靠路间行驶 因为有人被拍照检举 开罚单 就是这张罚单 驾驶PO文 为了下交流道靠右庭 才不会影响主线 结果被开罚4000元 让其他驾驶不敢停路间 狂塞5公里 也让其他驾驶麻烦 我也没有开拐 一张红拐4000元 没有拔台 家庭六间 塞好塞满 网友回应罚越多 塞得越远 变成罚8大型停车场 官员说没塞到他 88这个设计根本是陷阱 一张罚单引发民怨 警方研议要撤单 民众因为排队下闸道 遭检局举发的案子 如果符合撤销要件者 会主动含请裁决单位来撤销 台88车流量大 因为无法再进行拓宽工程 驾驶靠右行驶路间下交流道 结果被开罚 警方表示将派人在扎道出口 人力控灯 适度开放路间通行 缓解车流 这叶正黄世云高速报道 一连串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在政坛所爆发的 me too风暴持续延烧 现在一路烧到了立委的选战 首先是林非凡的部分 林非凡因为在民进党内部 爆发性骚扰风暴之后 当时他是时任的副秘书长 负责督导妇女部的业务 但是毫无作为 现在还被外界指引 是不是有所谓的吃案呢 当然事隔半个月之后 林非凡在昨天有召开记者会 终于是宣布要退出立委选战了 他说自己会以更高的标准 来负起政治责任 好到底为什么都已经过了半个月 才会有这样的决定呢 现在呢在新闻幕后 绿营人士有透露 是因为担心整起风波 会不会变成所谓当年的 林志坚事件 有一位党内立委说 如果涉及性贫议议题者 都要负起相关的政治责任 那么只留下林非凡一个人 继续参选立委的话 外界会作何解读呢 因此很担心 会不会成为当时林志坚 一尸五命的战犯 好另外呢 绿营人士现在还指出 接下来是不是 还有所谓的未爆弹呢 因为根据了解 至少还有一位 已经获得提名区域的 立委参选人 还有另外一位 未来得到征召机会 很高的艰困立委选区的参选人 在性贫方面都是大有问题的 好但是针对林非凡退选的 这个部分 有人说呢 对于这个王洪威来说 算是一大利多 但是也有人告诉王洪威 你千万千万不要轻敌 好王洪威的说法是 林非凡虽然宣布退选了 但是他的声明当中 回避了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他是为社会纷扰而道歉 而不是呢 为整个性贫风暴而道歉 因此王洪威想要问的是 难道你是林志坚吗 同时张思刚也说了 性骚扰案件督导不周 林非凡宣布退选 那么他想要问问吴思瑶呢 吴思瑶要不要宣布退选 因为吴思瑶有传出 在爆发性骚扰事件之后 他有阻止这个受害者 有一些作为 好不过林非凡在宣布退选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到 可能接棒的人选 现在传出很有可能就是他了 就是鸡排妹 不过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还要来关心 这个是黄阳明有说 照片当中您可以看到这两位 林非凡跟陈维婷 他们是当时太亚花学运的两位领袖 好他特别说了 这两个人当时被尊称为凡审 另外一位是庭审 但是两个人在进入政治圈之后 都参选立委 但是都卷入了性骚扰案件 而且都在一个月之内就退选了 好不过说到了立委选战 当然现在似乎看起来 在民进党内部的提名有受到一些阻碍 不过呢这个赖清德有说 民主大联盟依旧会坚持走下去 所以呢现在看起来 在很多的这个艰困选区 还有一些选区的立委提名作业 还是会选择跟一些其他人士来做合作 我们来关心的 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女力连线 在台北市的第六选区 苗博雅将会PK罗志强 同时在彰化的第三选区 吴英宁将会对上的是谢一凤 好接下来呢这个新闻 我们就要带您详细来看到 在昨天林斐凡有宣布要退选立委 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认为 你把所有的退选责任都推给别人 真的是非常的没有担当 我决定退出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林斐凡获得提名参加台北市中山 北松山立委选战 却随后卷入信骚痴案疑云 拖了半个月才做出决定 虽然中央党部所做的调查报告 已经厘清了事件处理的过程 也厘清了我并没有施案或包庇 但我想作为督导部门的当初的长官 我仍然应该要以更高的标准 负起政治责任 强调自己没施案 甚至还有党部调查的背书 但怎么风波拖了这么久才要下车 难道是扛不住党内反对声让 还是要替赖指显 林非凡的退选 用政治口水妨害性贫运动 王红威眼里可是格外没诚意 他的退选声明里面 他回避了他自己应该有的责任 而且他自己选不下去 却把他的责任推给我 这是非常没有担当的做法 他的道歉并不是针对事件本身 反而是说对造成的社会纷扰而道歉 这样的说法不是跟林志坚一样吗 赖信德高喊要大家信赖 但无论是李正浩还是鸡排妹 都引发内部反弹 甚至现在林非凡又加一 恐怕自己万万没想到 原本认为秦宾制胜的布局 会逐渐成为一场信赖危机 记者六峰与林柏睿台北报道 好聊天室当中提醒大家 一定要记得帮我按赞 槟榔五十有说真的是没有担当 另外这个冒牌孔明也有留言提到 本来你就是有责任 间接加害者别人是在骂你 你怎么还在随便乱扯呢 好但是我们继续就要来看到 这个政坛的性骚风暴不独断 而且民进党甚至还爆发痴案的状况 台北市议员尤淑会就批评了 不管这个性骚扰防治法修得有多么完美 但是你只要在体制内被吃案的话 那么一切就白费了 游淑会她也痛批民进党 为了让林非凡参选 认为她只是误判没有吃案 把法律变成了笑话 不管我们的性骚扰防治法再怎么健全 不管我们的刑法再怎么严苛 但是如果你在制度内就被吃案的话 你修法都是白费 今天民进党在那边说 好意思说我们要提这个 性贫的三法等等的 你国民党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国民党的态度就是我们不吃案 对不对 你有再高的法律再严苛的 当你在体制内你就被吃掉的时候 这些都是笑话 是民进党把法律变成笑话的 今天民进党放过了林非凡 是因为让他选举 所以帮他掰了一套 他不用参与性骚扰 他只是误判 然后我的对手王世坚 本来是铁针针的好男儿 多没有正义感 在林非凡这件事 他也采取了林隆忍 这个林非凡容忍 林非凡的林隆忍 为什么 他说林非凡只是误判 他没有吃案 不好意思 误判是他的能力问题 他觉得说这件事我可以大肆化小 我可以压得住 这个叫他的误判 选举的时候不要处理这件事 我告诉大家 他的误判不是说 我就以为他不申诉了 错 你如果有正义感 你不会有这种误判 他的误判是他以为他压得住 他以为只要不要影响到选举 什么人都可以牺牲 选举最重要 这是他的误判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现在深陷新北市私立幼儿园的 胃药案的风暴 我们来看到在昨天 他有到新北市议会 做了专案报告 但是当下侯友宜 他态度直接非常强硬了 他说赖清德还有绿营明代 说的话都不是事实 他们都是在制造恐慌 同时他还有想要问的是 目前没有一位老师被收押 那么问题到底在哪呢 不过其实当初 昨天在新北市议会的场面 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我们来看到 引爆了一波蓝绿冲突 当时业园职就有特别提到了 民进党不断说 家长4月份就通报 这个是假消息 根本是在制造社会恐慌 另外这个是 蓝营的议员林国春打巡的时候 痛骂的是乌龙政府狗官一堆 好 质疑绿委张鸿路谎报家属 4月份就有通报 好 这个是假讯息 因此林国春直接说 你这就是造谣嘛 好 没有想到呢 此话一出 就立刻引发了蓝绿议员的叫嚣了 因此昨天在这个议会当中的场面 是非常非常混乱的 但是我们来看到绿营人士就说 侯友宜你昨天到议会去专案报告 根本就是快闪 报告的不清不楚 不过新北市政府也立刻做了澄清表示 造谣者又来了 我主动到议会做说明 没有想到竟然也被外界曲解 好 但是呢 其实目前针对这个私诱 所爆发的未要一案 对于侯友宜的选情来说 伤害的确在 这个是张雨萱的分析 他认为侯友宜必须要认知议会的 未要案报告是总统大选的战场 是最好的舞台 并不是一场鸿门宴 另外 侯孟凯他有特别提醒侯友宜 掌握快文准 辩证快 回应文 发言准 他说这个选战七个月 绝对能够后发限制 不过根据了近来所公布的多份的民调 侯友宜的民调 被大家所谓来到老三 就是排行第三 现在外传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 他出手了 因为他派了自己的人马 就是台北市政顾问陈国军 要来进驻侯友宜的团队 陈国军他是朱立伦的人马 一路从桃园市 当初的桃园县 跟朱立伦到了新北市来做服务 他最擅长的是处理时事舆情 熟知空战还有议题战 现在希望他进驻侯友宜的竞选团队之后 能够把整个选举的节奏给稳住 侯友宜在昨天到了议会做了专案报告 但是当下他除了指控绿营恶意指控之外 他同时也要检方立刻查办 如果真的有公务员独职的话 那么就不要客气 侯友宜直求对决 为的就是要证明幼童的未要案 新北市府的清白 既然有人恶意指控 这个指控是涉及到 所有公务人员有吃案包庇的情势 新北市府确定5月15号才接获通报 也称另一流小组 民主党却把事情升级成政治攻防 把对手操作成延误包庇案 至于说要员从何而来 还得等司法单位尽速厘清 民主党议员集体围剿侯友宜 没有想到却歪楼 国民两党议员戴伟山跟林博春 护骂狗官跟渣男 两个人大吵一架 乌龙政府狗官一堆 这个主委有事业费吗 没有啦 民进党的政府一直拿这个做文章 觉得说1999电磁记录骗不了 我们的数位发展部在睡觉啊 我现在来给你 你公开 你公开 你辞职 有的话辞职 不敢嘛 是不是辞职负责 你找家长出来 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官 我相信啊 17年来没有 我的时间了 17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案子 像这个案子这样子的受到侮辱 侯仪被群起围攻 假讯息满天飞 但若只是见烈欣喜 一不识资料 进行政治斗争 牺牲孩子健康安全 岂不是冷血至极 但是针对这个侯友宜 在面对未要案的态度 还有处理的方法 很多的蓝营明带也批评 这种危机处理方式是不及格的 李艳秀就说了 经过这件事情的教训 侯友宜未来所有的动作跟发言 都要有更多的政治思考 甚至要考虑是不是应该要提早请假 来打选战 我觉得侯友宜既然没有请假 我觉得在新北市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就要把它当作有可能被操作为政治事件来去处理 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 其实刚好也就是在看观察 未来侯友宜他的执政能力去处理危机事件的处理状况 到底如何 那平良心讲我觉得整件事情处理的过程 我觉得对于蓝营的明带来说满不满意 我觉得大家是交集的 大家觉得是不及格的 这一次侯友宜的危机处理有待加强 确实那未来其实这才刚系的多月才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检讨的机会 重新整队重新再出发 我们也指贷侯友宜 无论在空战的部分 或者是对外重要的演讲 如何去把它补得更好 那在第一时间把它的重点接触 让外界知道你每一场演讲 你的精华是什么 你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那你的每一个事件 危机处理事件过程当中 你对外你处理的过程 要第一时间对外交代清楚 避免被人家打无贼算 我觉得侯友宜的政治应变 远低于民进党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就是说 既然侯友宜他还没有请假 现在在台北市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可能被政治操作 所以现在新北市政府他就必须要除了 好好做事 原来的政务官事务官 你要去加更多的政治思考 否则侯友宜他就是得请假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建议 我相信侯友宜在这个事件之后 我相信他也会陷入 就是说会审慎去思考 接下来请假的时间点到底要不要提早 或者会不会采取其他的动作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ouTube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让真相被评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钻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这里面 一次满足 刚五年假到乌兰云仙乐园 来一趟纵校端午 乐游云仙的亲子假期吧 6月22号当天 寿星免费入园 6月寿星半价优惠入园 还有太阳的舞蹈表演 陶地表演 塔罗占星 旺仔人偶游园 旅游时速的详细资讯 请扫右下QR Code 搜寻官网 或者是打客服电话 02-2661-6510 云仙乐园欢迎您 接下来关心今天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首先卫星云图 我们要告诉大家 可以看到这个滞留封面 现在持续在台湾的南部 到巴士海峡之间 靠近封面的南部 还有东南部地区 在今天整天的天气状况 都比较不稳定 会有局部的短暂阵影 或是雷雨发生的可能性 在中午过后 再加上热力作用的激发 全台各地都会出现 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而且很容易会出现 短延时的强降雨 另外包含在西半部的山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要来提醒一下 在今天晚间开始 这个降雨还会有 逐步增加的趋势 如果在今天上班上课出门 或是你会比较晚回家的话 最好最好是一定要带把伞 在身上来做备用的 温度方面在今天 各地高温29到32度低温 大概是落在25度左右 所以没下雨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闷热 提醒大家要多喝水 另外在恒川半岛 还有蓝雨 今天的沿海空旷地区 会出现比较大的风浪 提醒大家 从事海上作业 还有海边活动的话 务必务必要 真的要注意安全 海边活动非必要 最好还是不要前往 另外在今天气象局 针对了几个县市 发布的是大雨特报 我们来看到 包含在苗栗 台中 彰化 台南 高雄 还有屏东 这几个县市的朋友 在今天都要特别小心 在山区的时候 要小心会有落石发生的可能性 也要特别留意 溪水暴涨的部分 低洼处要注意 很可能会出现积水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走势是如何呢 我们来关心 从周四开始一直到周六 全台各地依旧是受到 滞留封面的徘徊 因此还是会下雨 而且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但是从周日开始 又有新一波封面要报道了 到时候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天气状况也很不稳定 类似的天气形态 将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二 因此可以说这段时间 天气状况都是蛮不稳定的 大家务必还是要多小心 最后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 同时要多加留意的是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天气好热 还是要记得多喝一点水 补充水分 同时要做好防晒工作 以免会出现热伤害 另外海边活动 由于在沿海地区风浪还是比较大的 因此千万不要去从事海边活动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 有光电学教父之称的一位谢信教授 遭到投资人控诉他所创办的公司 对外兜售没有上市的股票 两年多来已经吸睛破亿元了 13号晚间台北地震署约谈谢信教授 在内有六个人到案 详细状况把时间交给记者李宗泽 好 主播宣称由光电学教父 谢信教授创办的神将创意公司 涉嫌从2020年起到2021年间 对外吹嘘公司前景都售股票 吸睛规模达数亿元 目前至少有十多名投资人受骗提告 台北地震署13号指挥调查局 兵分十一路搜索公司及办公室 检方调查从2020年到2021年间 公司业务开始以电话行销等方式 向民众吹嘘公司产品前进可期 是全球少数危机电视感测的 设计制造公司 应用面可拓展到科技 工业 汽车等市场 股票上跪后渴望上看280元 不少民众因此投入大笔资金买股 但这段期间内公司代表人频频更换 始终看不到上跪的希望 有投资人组成自救会 向调查局提出检举 台北地监署认为 全案涉嫌违法证交法的证券诈欺罪 最后传唤的6人分别以20到60万元交保 以上最新消息 好 来感谢一下聊天室里头 我有看到特洛伊汉朋友对我的donate 非常谢谢你 另外这个小时持续在聊天室当中 我有看到风无音的加入 以及蓝天重现 山宗 好 苏贵兰 另外也有看到Chris的报道 Mrs. Young也有在聊天室里头留言 好 另外还有看到王吉英跟王金科 以及天地不容 还有看到张杰夫 好 周一廖也有在聊天室里头来报道了 提醒大家记得帮我按个赞 在新竹竹北有一间知名的面食馆 遭到了生长员工还有家属出面控诉 一个月工作300多个小时 但是只有16000块钱的薪水 简直是比血汗劳工还不如 三月份的时候被滚烫的汤筒烫到小腿 才发现老板根本就没有帮他投保劳健保 目前劳工处已经介入调查 如果确实违反了劳机法 也会对业者进行财阀 高举布条大喊口号 生长员工坐在轮椅上 控诉新竹竹北知名面食馆 因为他工作十多年 三度饮滚烫汤筒倾倒 导致下肢严重烫伤 叫以后才发现老板没帮他投保劳健保 一个员工来 不是劳健保最先还要什么先 一直推来推去 朝夕生长员工的妈妈 看到儿子的薪资单后更不满 因为一个月内工时长达307个小时 薪水才16000元 险害的环境 生长者还要从事高危险工作 妈妈痛批根本草菅人命 不过面食馆业者出面澄清 他对于打卡其实没有那么谨慎 他有时候会忘记在休息的时间打卡 其实在112年1月的时候 刚好要农历过年期间 那行政人员是真的比较忙 那这部分确实有一位行政的疏失 有肉味投保劳健保的状况 我们会确实来厘清 这个劳工出行的一个情况 如果有违法的部分 我们也会依照劳基板 来做一个适度的一个采访 针对职业灾害、超市工作 薪水低于基本工资等问题 劳工处将介入协调 为投保劳健保的部分 也会请劳保局进一步了解 藉由王志文、陈冠宇新竹报道 继2022年停播迪士尼频道之后 迪士尼集团现在又抛出了一颗震撼弹了 他们宣布是在台湾有11个频道 包括国家地理频道 卫视中文台、卫视电影台等等 今年12月底将会全面下架 好让不少人都觉得蛮惋惜的 难道以后看不到乌龙派出所 七龙珠还有周星驰了吗 迪士尼在昨天的说法是 退出台湾是因应全球的策略 未来他们会全力发展 OTTV、迪士尼plus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 中天新闻网的APP 大家下载了吗 下载之后呢 如果你是最新版本的话 就会发现我们这个首页下方 有一个小钱币的符号 代表的是以后大家抖内我们中天 更加方便了 好当然呢 这个你看到这个小钱币符号之后 按下去 选择抖内的金额写下留言 再按底下的下一步 如果您是Apple手机的话 就会直接使用你手机 所设定的付款方式 如果你是Android系统 那么第一次赞助 就会连接到绿界的页面 会请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 好但是只要输入这么一次 就没问题了 下一回的抖内就可以直接点选 是不是超级简单又方便 邀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出游 旅行 运动 一咖容量大又好装的包包 真的很好用 背着中天Keep Going健身包 郁琴主播准备好要去度假了 Keep Going健身包帅气黑款 小豪主播的休闲风很有个性 平外套加Keep Going健身包 雅琴主播的轻旅行style 提起Keep Going健身包和陈佑主播 下班后相约健身房 中天文创品牌Keep Going系列 运动付携带健身包 帅气黑太空银共两款 即可入手请上快点购 有您的支持 中天Keep Going 好 这个小时的这个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已经宣称了 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将会在数天之内 在白俄罗斯的领土完成部署 这将是苏联解体以来 俄国第一次在境外部署核弹头 预料这些武器将是可用于战场上的短程 威力比较小的核武 美国前总统川普被指控 非法持有国安文件 妨碍司法在内有37项的罪名 今天是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首度出庭应讯 审讯持续大约是45分钟 川普对于所有的罪名是一概不认罪的 他的律师要求陪审团审判 专家说由于处理机密证据的复杂性 审判可能一年之后才会开始 川普的应讯过程是不准拍摄 还有做实况转播的 在法院外头聚集了大批的川普支持者 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媒体 国防部13号这天公布了一个新版的 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全文有48页 总共有两大主轴 不但加入了敌我辨识的章节 要来教教大家如何辨识中共的解放军 不过对于这个手册公布之后 陆军的退役中将率化民怒批 政府摆明就是要来打城镇作战 甚至国防部还建议民众逃跑的时候 要带太阳能的光电板 好当然这个离谱的建议 就让帅化民开酸了 国防部你自己先示范一次吧 多大的标题写上 美国政府准备制定台湾撤侨计划 美国媒体报道 华府正为台湾最坏情况做准备 恰巧就在这十几点 国防部公布最新版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相较旧版的23页 新版页数达到了47页 还新增了敌我识别 战伤医疗急救等 难道台湾离战场真的是越来越近 新版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主要区分为平时准备战时应变两个段落 更新增了敌我识别 纳入中共解放军的作训服挖服照片 这做法等同于公开向台湾老百姓说 要跟大陆打全震战吗 在这个全民国防这一面手册的当初的建制 主要就是能够让百姓能够更清楚 更明确的去做共军跟我们国军之间的士兵 军服手册 你难道说看到解放军你还不知道吗 是叫老百姓投降吗 他就是准备全震战 手册中还提及逃跑时 建议民众带太阳能充电板 这让帅话民事怒劝国防部自己先示范一次 太阳的官方请你去国防部示范一下 一个人要背多大一块面积的 在什么地方去晒太阳 能够让你手机充电 还是叫你家庭造名 拜托了 做给我看嘛 这也是中华民国建国112年来 首次发放国防应变手册 蔡政府不把心力放在谋求和平 只顾着教台湾人怎么打仗 既然是要抗中保台嘛 你要抗中的话 你当然要知道一点战争的恐惧嘛 你为战争做这么多的准备 请问你为和平贡献了什么 这就是我要问蔡政府了 选在这时发放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没有让人怀疑是否又想要贩卖战争恐惧 老百姓没人想打仗 蔡政府却一步步将台湾比翔战场 接下来我们的报导 好国防部的公布了 这个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当然要教导民众如何分辨 谁是敌军谁是我军呢 不过对于这个部分有年轻人说了 到时候如果真的开战 就会立刻落跑 根本就分辨不出来 因为等你分出来之后 你的小命早就不保了 国防部公布最新版的 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教导民众战争时该如何应变 新增敌我辨别资讯 提供解放军与国军 军服等资讯 让民众能对比参照 我都说记不好了 记这个好像也记不起来 如果我记不太得 我还要把手势拿出来 来不及分辨你就已经被变变走了 眼睛等你看得到 他走得到你分辨出来的距离的时候 你已经被他打死了 暂时没在分辨的啦 完全分辨不出来 就先逃吧 再说先逃再说 你会分辨一下吗 我觉得算了 先逃再说 正常如果说我也会想跑 但是重点是你要跑得掉 什么识别 你要什么识别 加油 我不知道什么识别 识别有什么用 我还拿个望远镜 这个应该是 这个应该是乔装成 那个台湾人的解放军 不会吧 你怎么有这么闲时间去干这个 无聊 而且你都把这个资讯做出来 他们也可以去模仿 我们的军装做 你到底要这样做什么意义 解放军怎么会笨大说 我们要穿我们正式的军装 我们要去这样子攻打海湾人 对 他都有一个范例让你抄了 对不对 他不抄就是白痴嘛 对不对 如果打仗的时候 根本就看不清楚对方 穿什么样子吗 看完就不在了 就直接先被击倒了 真的觉得不太实用 因为包括我自己当过兵 看到这些服装 我都不一定会认得了 不会去下载 因为很浪费空间 而且也打不来 什么意思都打不来 就是中国不会打来 放心不会打来 为什么 因为有台积电 现在人你就算下载他也不会去看 如果不去看的话我下载都会干嘛 应该是也不太会看 对因为平常也用不到 现在没有那么多人有时间去看这种东西吧 应该是学校国防课才会 军训课国防课就应该上了 对啊 现在突然做这个突然有点躲雨 年轻人表示开战的时候 第一个时间就是要跑 谁还会分辨敌军我军 聊天上当中再来感谢一下特卫一对我们的斗内 另外张天使有留言提到年轻人都比国防部还要来的聪明 刚刚我有看到王湘平说 战争是不是让民进党又能够靠着光电发大财了呢 好接下来呢来关心这是高工局表示 14号的清晨4.45分左右 在国道1号北上90.3公里处 逐北交流道的路段 发生了一辆连结车翻覆起火战业用权限的事故 就连南下的路段也受到影响造成严重的回堵 而且还一路塞到了平面道路去 根据了高工局的路况资讯 目前该路段北上权限封闭 消防队紧急的灭火当中 推荐给大家目前在我们快点购呢 针对了这个海皇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有推出这个卖三送一的优惠好康 邀请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赶快把它加入购物车 好输入在结账的时候呢 可以输入我的推荐代码CTI321 另外各位平常喜欢喝咖啡吗 又喜欢喝什么样口味的呢 连锁超商旗下的精品咖啡品牌 即将要突破6000家了 这一回他们选择跟屏东的老农场 这个来合作 推出了是沉香阳光宁静时光 两款小浓的水果冰砖咖啡 而且呢不但首开超商通路 引进全新三豆槽的咖啡设备 同时还设有双奶管配置 不但可以同时供应 伊索比亚还有瓜地马拉 两款的精品咖啡豆 还可以使用牛奶或是燕麦奶 来制作而成冷热精品的拿铁 要提供给消费者更为多元的选择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7号 有连续两个星期 长鲜价每杯99元 而且还推出了任选买二送二的优惠好康 数量有限售完为止 好 接下来这个大家看到 你敢吃吗 这个是拉面 在云林有业者发挥了创意 大青蛙不切而且不剥皮 整只放进拉面当中 外形真的是超震撼的 好 网友说这一碗叫做 挖亚挖拉面 一天限量六碗 是北港的限定美食 现在已经信不少人揪团 要去尝鲜了 浓郁拉面汤头散发海鲜香气 但中间摆进一整只黑色大青蛙 四肢张开开还能看见五官 这样你敢尝试吗 有点害怕 因为一般看到都不会是全尸 看你觉得就是它 它的完全一样吗 他们觉得这种东西太可怕了 就是会太手动 拉面外观超震撼 还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挑战 由于另一间拉面店 限量推出 一天只卖六碗 被网友直呼是挖牙挖拉面 吃起来像鸡肉 但是比鸡肉还嫩 然后青蛙的蛋白质很高 我吃这个凉骨的也很好 产后吃也很好 会生起来分泌乳酱 青蛙嘎拉面 老板每天从市场买的新鲜青蛙 不切不去皮 吸引大胆民众揪团肠鲜 可以整只拿起来啃 过去也有云林在地店家 推出炸青蛙咖哩饭 同样在网路上掀起讨论 其实云林北港特产就是青蛙 青蛙汤用蒜头提味 加点胡椒粉九层塔 味道鲜甜口感Q弹 还有红烧口味不含胶原蛋白 是限定的北港美食 但能不能突破心理恐惧 绝咎见仁见智 记者6B还是新鲜云洁云林报道 您下载中天新闻App之后 如何帮助监督的力量更强大呢 请您每天一起跟着我们这样做 拿出手机 随时随地打开中天新闻App 滑一滑 第一 每天为十则新闻按赞 置底这个小手手按下去 变蓝色就对了 每一个赞 可以获得一枚忘币奖利 第二 每天写十则留言 每一个留言都可以获得一枚忘币奖利 第三 每天分享十则新闻 每一则新闻的分享 可以获得一枚忘币奖利 忘币越积越多 就可以兑换快点购折价券 或是特别好礼哦 每天滑一滑中天新网App 做好支持中天三步骤 十个赞 十个留言 十个分享 让监督的力量更强大 下次回来的时候 试着叫一声师父 或者叫一句 终生臣烟口 一日为师 终生致爱 先生的两位朋友 是何关系啊 你看他们的领悟之间 为什么 我想留在西州 重生不嫁去 你说 想一生与西州 是不想嫁人 还是想嫁的人 你过来 谢谢 周一至中午晚间八点 中天娱乐台 全台首播 终生如故 邀请大家可以多多来参与 旺旺集团所举办的第三届的孝亲奖 词曲还有短影片的创作大赛 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台湾还有海外的报名 就要扫描上面的QR Code 大陆地区的网友要报名 就扫描下面的QR Code 竞赛的项目分成两组 有词曲组还有短影片的组合 短影片的部分 邀请各位可以直接在 自有的账号发布影片 记得这蓝色的三个 hashtag帮我标签一下 好 我们在10月1号会公布获奖名单 第一名的最高奖项 新台币有奖金45万元 就是10万块钱人民币 总奖金高达了653万元 今年邀请到的是肖敬腾 来担任评审团的荣誉主席 同时也是公益形象大使 因此如果你本身是只有 创作常才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监察院公布了最新财产的申报资料 结果发现的是行政院长 陈建仁夫妇的申报存款 新台币367万元 副院长郑文灿夫妇的申报存款 有3063万多元 至于总统府秘书长 林嘉隆夫妇的申报存款 2亿多 有价证券总价额 也是高达1亿多的 新北幼儿园的胃药案 两波的尿液检验 结果出炉 26名的儿童全部都是阴性 不过民进党一开始就指控 未读 立委张宏璐更声称 4月份1999就有接到通报 没有想到后续有改口说 我没有这么说过 但是这个部分已经让新北市 被贴上了反应慢半拍的标签了 侯友宜因此痛批 外界有太多的抹黑造谣 都是在制造恐慌 新北幼儿园未要按一度传出 委外检测机器当机 幸好结果出炉 让大家都松了口气 把这个机器很快就恢复 就是12位巴比陀的测试 测试结果全部都是阴性 两波初步尿液检测 通通阴性还因为检测 仪器的问题 延后公布 时机点太过巧合 一开始就被绿营说是未读 这可不能随便开玩笑 很多人在说的绝灰事实 绝灰都是制造恐慌 让很多人以而传而 但看看绿营有心人士 过去是如何 见烈欣喜 立委张鸿路在7号记者会声称 家长4月就已经通报了1999 没有接获回应 引爆新北市府遭质疑 慢半拍 12号却又在广播上 改口说没讲 IP根本是散布假消息 先前大幅指控 甚至是造谣说 4月就有人去通报的张鸿路 身为新北的立委 但却公开造谣 这件事情当然是值得被谴责的 新北市研考会 立刻清查1999几万笔 童年记录要证明绝无盖牌 难免被怀疑这背后的政治操作 赖金德主席 其实如果用 我们很早就有接到通报 其实这个时候是一个抹黑 就是一种造谣 各界真的不需要 在这件事情上面 持续用政治操作 来做政治的斗争 其实最重要的 回归到最根本的问题 孩子的健康 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巧不巧 近期又报书换喉说 一连串的巧合 虽然主意被打脸 也很难不让人联想 背后的政治阴谋论 记者彭颖德 蔡品红新北三文报道 美食快点报 葱板猪肉 先让他品尝一下 你确定这三分钟就可以 三分钟 先吃看 哇很香 整个摄影棚满满的香气 葱板猪 然后又有淡淡的清香 这是什么 麻油浆 是这个吗 对 没错 配多一点 我很喜欢麻油的 还有姜的味道 它姜不会辣 对 好吃吗 好吃 中天严选海黄冷鸭出炸麻油浆 快点够独家贩售中 好 先来感谢一下特勃伊 和朋友对我抖内 他说谢谢我 同时支持中天 双姐也支持中天 非常感谢你 好 提醒各位帮我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帮我按赞 另外有看到东东 还有林维凯 龚骨一缸 家融 踢出一个未来 还有看到苏贵兰 Victoria 另外也有看到Cliff 也有加入我们这一节的新闻行列 还有看到彩晶的报道 非常感谢大家 好 继续还要来关心 这是美国的联邦众议院 岁季委员会在今天 是以全数同意的压倒性的票数 通过了美台 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的实施法案 法案的提案人 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表示 法案的通过 确认美国国会对台美伙伴关系的坚定支持 另外这个是美国的白宫跟国务院已经证实 大陆确实在古巴有监听美国 而且还说早在川普执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好 但是就算如此 白宫依旧派了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希望他能够去访问北京 跟年初的大陆侦查气球发生之后 美国立刻取消访华行程 整个态度还有做法是大不相同的 然而美方还同时宣布要对大陆祭出新一波的制裁 大陆的外交部因此痛批 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已经到了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地步 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在古巴进行窃听美国的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证实大陆有窃听 而且早在川普时期 布林肯面对记者表示拜登政府透过外交努力 弱化了大陆在全球的监听行动 但不同于今年一二月 大陆侦查气球入侵美国之后 布林肯立刻取消访华行大动作抗议 这回白宫即便认为大陆有在古巴监听美国 布林肯依旧必须前往北京 白宫坚持布林肯访华不取消 原因就是拜登认为美中双方迫切需要军事对话 而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 日前就向美国之音的记者透露 表示美中两方军机军舰近期在南海上空 台海周边如此紧张 要避免误会化解冲突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拿起电话 甚至让高层面对面谈话 然而大陆方面对布林肯来不来依旧是已读不回 至于你提到的相关访问我也多次做出过回应 没有其他要补充的消息 但对美方指称大陆监听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倒是火力全开 这不过是美方上演的又一出老戏嘛 外界对此早已不陌生 我们希望美方反攻自省 停止造谣抹黑 停止对各国进行无差别窃听 窃密的黑客帝国行进 但就在美国希望布林肯推动美中沟通之际 美国商务部12号再度寄出新的制裁名单 打算将43个中国企业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理由是这些个人或实体 有的替中国解放军提供培训 有的则从事危害美国国安的行为 对于北京一再强调 美中不是为了沟通而沟通 而是两国必须相向而行的呼吁 美方显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解铃韩做报道 好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指出 中国大陆下达通牒 要求菲律宾必须把一艘故意搁浅 南海仁爱礁的船舰 现实脱离大陆的主权海域 结果立刻引发中非之间的关系紧张了 至于美国的第七舰队则是发布了通知 美国两个航母打击群 将会跟来自于日本法国 还有加拿大的海军的海军舰艇 从6月9号开始在菲律宾海 进行联合演习 当然明显是舰指大陆 大秀肌肉 美日飞三国不久前才举行 三国之间第一次海岸巡防队联合演习 而演习才刚落幕 美国主导的四国联合军演 紧接着大秀肌肉 第七舰队特地PO出两个航母打击群 尼米兹号和雷根号 不只有日本出云号护卫舰 还加入了法国及加拿大海军 一共11艘舰艇 在菲律宾海展开联合军演 日美指出 由于中国大陆军力增强 美日法西安国认为有必要加强合作 而印太区域剑拔弩张的情势 除了琉球群岛 南海仁爱礁更是山雨欲雷 陆美披露 中方已经向菲律宾下了最后通牒 要求飞国得将一艘搁浅 在南海仁爱礁长达24年的坦克登陆舰拖走 而且必须在6月15号前 要是飞国没有及时处理 中方将强行把这艘搁浅船脱离仁爱礁 因为大陆主张拥有人爱礁周边的主权 但其实中非关系紧绷早已不是最近的事 菲律宾参谋总长5月10 造访靠近巴拉望省南沙群岛的周边岛屿 视察岛上军队 不光如此菲律宾早先更在该国专属的经济区内 设置五个挂有菲律宾国旗的浮标 其中一个地点更位在牛二郊 对于中方所下达的6月15号最后通牒 菲国究竟会不会自行移开宣誓主权的传肢 已成为南海周边诸国的关注焦点 借链汉送报道 老级下线现在推出专属节目YT频道 只要出入52老Z或者是52OZ就能找到 在这里你会看到烧脑难解的诡异悬案 直击害人的都会惨剧 不分皮肤的爱恨情仇 还有被沿上的奇葩判决 震撼眼球的离奇事件 奇闻异事 未来都在这儿有我第一代言前一场 现在动动手指按下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一起进入最真实的命案现场 美国直栏NBA丹佛金块昨晚在主场封网了 夺得他们加入联盟以来的手冠 这是尽快加入NBA第47年终于首度封网 在比赛之后球迷挤满了丹佛市中心的街道来庆祝 但是就在治理体育馆大约有1.6公里处 发生了枪击事件 结果造成有10个人受伤 其中3个人的状况是非常危急的 初步消息显示 当时发生了一起争吵事件 期间有人开了数枪 目前警方已经拘捕一名嫌犯 有一名网友在脸书发文表示 他近来到了台南安平保七难题的时候 意外发现 怎么回事有一只海龟的龟壳上 被人用红漆写上一个大大的佛字 好 疑似是有宗教团体放生祈福 让他痛批 你们知道吗 在龟壳上写红字 是想要把这只海龟放回大海 被烈食性的鱼类给追杀吗 真的是一点脑都没有 贴文在曝光之后 网友关注纷纷批评 这是缺德耶 不是在做功德 还有人说这是杀身吧 好 另外也有人提到了 就连佛祖看了都会傻眼吧 矿物局有某位高官退休之后 到了石矿同业工会来任职 但是遭到爆料 涉嫌性侵女义工 秀海人指控这个高官对他上下其手 当时他有拿了手机搜证 还被殴打成伤 虽然双方和解 不过两年多来他都活在恐惧之中 好 不过被指控的退休高官出面反驳 当时是女义工纠缠她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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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打我 小房间内女子拿出手机录影 对方越讲越激动 开始出手打她 女子大声呼救 动作相当激烈 影片中的受害人 出面指控经济部矿物局某高官 退休后转到石矿同业工会任职 每个月至少领取8万高薪 两年前招募受害人当义工 之后对他伸出闲诸首 最后涉嫌性侵 受害人描述当时他拿手机搜证 却遭退休高官全打脚踢 受害人事后验伤报警 最后双方和解 不过两年多来都没能脱离恐惧 决定出面揭发 不过被指控的退休高官 出面反驳是受害人纠缠她 他送我钱包 他拜托我让他进我们办公室 那如果说是性骚扰要造成他的不愉快 为什么他还要送礼物给我 性骚扰所闻联环报 受害人将再度报警 希望能讨回公道 不过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就等司法让纷争 水若石出 借王志伦成贯台北报道 日前被指控性骚扰的政治评论人张雨韶 除了性骚扰之外 还有财经网红透露 他私底下疯狂批评其他的同业 台北市员徐巧新强调 如果张雨韶还去骚扰 其他新闻节目的工作人员的话 那么就已经涉及了权势骚扰 在性贫的价值当中 其实严重性并不亚于性骚扰 大家要注意 他先去对胡彩平示好 然后胡彩平不理他 之后他才开始讲胡彩平坏话 那你要想 他上了这么多的节目 他有没有去传讯息给那些 所谓我们基层的媒体工作人员 包括那些制作人 包括执行制作 那如果今天执行制作跟制作人不理他 那他是不是就会开始去乱讲那些人的坏话 那会影响到这些女生的工作权益 那可能这些女生就会被他们的 女性员工就会被他们主管认为 工作不认真 请你去联系张雨潮 为什么都没有好好联络 人家这个 人家这个我们的来宾 怎么都觉得我们的服务不周到 那所以会导致他是一个诠释 大家懂吗 所以虽然他没有到 目前透露的东西 他有的没有到性骚扰的程度 可是他有权势骚扰 我跟大家保证他有权势骚扰 因为他很常会去私讯的是 节目的制作人 比如我上你这个节目 那底下的制作人 那他就被迫一直得回你的讯息 陪你聊天 陪聊 为什么他得陪你聊天呢 因为如果我先不陪你聊天 你对我不爽 那你就说不来我的节目了 或是不透过我约你了 那我的工作怎么办 我会被我的主管骂 我约不到来宾啊 所以这种叫做透过你的权势 去骚扰其他的女性 这个我觉得在这种性评价值里面 也是万万不可的 并不亚于性骚扰的严重程度 林非凡卷入了性骚痴案风暴 他已经宣布要退出立委选战了 黄阳明说赖清德民调可能受到了 MeToo风波的影响 因此才会选择让林非凡成为牺牲品 来救自己的选情 同时他也提醒国民党要小心了 因为国民党爆出性骚的立委 恐怕接下来都会成为民进党的提款机 换家当然对民进党不利 但是对赖清德有利 我之前其实分析过 赖清德如果在这个时候处理 林非凡是用吹到底 之前我就讲说赖清德人设叫吹到底 不符合比例原则 即便今天调查他没事 我照样把你换掉 这就是赖清德的style 如果今天赖清德用这个方式的话 也就表示赖清德的民调 在这一波MeToo事件确实受影响 所以他会用最激烈的方式 一降功成万古枯 就很多人都要当他的牺牲品 林非凡在这一波 他就必须要跳出来 不要忘记了 今天这一把枪 我们看起来是打林非凡 但是当民进党打到林非凡的时候 国民党的傅昆齐 陈雪森 就会变成民进党的提款机 一个只是涉嫌包庇 而且行政调查没事的 这一位前副秘书长 我都让他退选了 请问你们国民党 两个被指控信骚 其中还有一个还判 判法院判决定业成立的 你们要不要退 我说如果今天是用这个叫做 一逃换 至少换两个 他现在至少换两个 我觉得如果民进党 是用这样的策略思考的话 也许他们觉得划算 因为林非凡本来就 这个选区本来就国民党的 可是我可以打乱你们花莲 打乱你们马祖的整个布局 然后不断的用这个 去打整个国民党的形象 在中天新闻网App 抽奖拿好康 小气咖啡很多人都有抽到 下一个幸运者可能就是你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门票一张 位在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最棒的亲子一日游 室内景点 快来试试首期哦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参加抽奖 新北水岸河滨自行车租借优惠券 平日租借只要五折 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参加抽奖 就有机会五折畅游新北水岸 你玩苏澳立奖冲浪体验优惠券 你有玩过立奖吗 没有的话 今年夏天不妨赶快体验一下 快来抽九折券 旺币最高一次抽到三百枚旺币 累积足额可以换快点购折价券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后 输入推荐代码 任选一个账号注册 填写完资料来到中天复古乐园 戳戳乐 上面五项大奖项等你抽 赶快来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抽奖拿好康 旺旺无聊派绝带爽交 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在讲话的同时很吵杂 咔吱咔吱有没有 今天因为我们的来宾有福 我们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让大家来吃 你知道吗 吃过的人都停不下来 本来在我桌上放了一大包 我说不要放我桌上 因为我一吃会全部课完 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分给你们三位 帮我减轻一下热量 很好吃对不对 超级好吃 而且停不下来 让人无法抗拒地解馋小铃嘴 旺旺无聊派绝带爽交 快点够 美味欣赏食 哈喽 螃蟹宝宝 大家早安 欢迎跟李仲天 银秀城堡 这我们的紫品包厢 为大家开启了 螃蟹主播 谢谢邀请大家 帮银秀转到我们的 原本的7.8点钟的这个包厢 持续按赞应援连接 分享出去 螃蟹刷起来 说说来点点名了 哪些可爱的蟹宝 还有我们的这个 中天的铁粉螃蟹宝宝 都在刷螃蟹来报到呢 点名了 点谁 谢谢永依 谢谢志明 谢谢张欣替 谢谢周一亮姐姐 心意草加上螃蟹 咔嚓咔嚓点到你们咯 还有另外呢 谢谢张姐夫 还有Gini 谢谢盈泰 谢谢CCY 谢谢阿福 谢谢萝卜头 谢谢大家 大家早安 Good morning 另外呢 还有看到很多可爱的朋友们 都来签到了 谢谢恰恰 还有谢谢志明 她说小小早安 来按赞报道了 看到你们了 咔嚓咔嚓 爱心先回给大家 另外呢 还有谢谢曾广一 以及超级派拉力 张婷师 YTW 好 就是很多可爱的朋友 都在我们的子评 就缺你一个了 如果你还没有转过来的话 秀秀邀请您 诚挚地帮我们转到 我们的子评包厢 加入我们的螃蟹家族的行列 一起来聊新闻 只要有时间有机会 一定会来点点名 这是刚刚是有人抖内 是不是 所以我就这边没看到 当然这是可能之前抖内 非常感谢大家的应援 跟支持 非常感恩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新闻头条 这是最新的连线焦点 由光电学教府之称 谢信教授 遭投资人控诉创办的公司 他对外来到处卖 兜售还没有上市的股票 那两年都来 已经吸金破亿元了 13号的晚间 台北地检署已经约谈 谢信教授的六个人来档案 目前详细的状况又是如何 我们时间连线李宗泽告诉大家 好主播宣称由光电学教父 谢信教授创办的神将创意公司 涉嫌从2020年起到2021年间 对外吹嘘公司前景都售股票 吸金规模达数亿元 目前至少有十多名投资人 受骗提告 台北地检署13号指挥调查局 兵分十一路搜索公司及办公室 检方调查从2020年到2021年间 公司业务开始以电话行销等方式 向民众吹嘘公司产品前进可期 是全球少数危机电视感测的 设计制造公司 应用面可拓展到科技 工业 汽车等市场 股票上跪后渴望上看280元 不少民众因此投入大笔资金买股 但这段期间内 公司代表人频频更换 始终看不到上跪的希望 有投资人组成自救会 向调查局提出检据 台北地检署认为 全案涉嫌违法证交法的证券诈欺罪 最后传唤的6人 分别以20到60万元交保 以上最新消息 另外我们来观醒一下台南的乡亲们 台南的朋友们注意了赏心 台南现在出现今年全国首例的 本土的登革热的病例 也是台南继2019年之后 4年来再度出现了本土病例 那患者是在哪里呢 是在仁德区全宫里的49岁的妇人 她曾经到高雄 为了防堵疫情的爆发 现在包含了台南高雄市府 针对了患者的住处 还有活动的地点 周边都加强的清修 台南设大型的筛检站 昨天已经有42人筛检 那台南市长黄伟哲他也说 危险期到7月5号 没有新增病例疫情 这才算是控制住了 所以提醒大家这一段期间 特别特别 尤其南部的部分 南部台南高雄的朋友们 特别的小心 另外同步我们来聚焦 这国道一号南下加异短 哇这个暴雨 午后狂下 余生狂发挥 这一下 哇很多人开车的时候 整个路况非常不佳 发生了两起的车祸 五辆车子也插撞 造成了四人受伤送医 也造成了后方车流大回堵 另外台中南屯 也发生了六车灵魂众 一共四位的骑士 摔车受伤 天后下起轻盆大雨 外车车道摆出警示锥 警嚐货报道场 好几辆吊车也在现场待命 国道一号南下273.6公里处 加以水上路段 13号下午2点多 分别发生两起车祸 烧新驾驶当时开在内线 疑似田鱼路滑 失控插撞中线小货车 另一起逐新驾驶 开着小货车急煞失控 撞击外侧护栏 后方大货车闪避不及 追撞上去 两起事故共造成四人受伤 事故驾驶人九侧值均为零 两起事故 五辆车发生插撞 现场一度严重回堵 镜头转到台中南屯区 向上路五段 四辆汽车先是发生连环车祸 后方两辆自小客 也杀不住嘴撞 经销户报道场 立刻协助四名骑士送医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详细造势原因 还有待后续调查理清 就有王志文成关于 嘉义台中报导 好 同步来关心 明天联合报的头版焦点了 我们一起来计较 新北市这个幼儿园的 胃药案持续的延烧 那新北市长侯友宜 昨天主动到议会说明 全案的处理的过程 他也强调接获家长通报之后 立即的启动了 专案小组也承报检警调查 重炮轰副总统赖清德 还有陆营的明代 说的话都非事实 而且是制造恐慌 让大家以讹传讹 如果有吃案有包庇 他说请提出任何的证据 他们也会立即查办 公务人员赌职 不过的确 整个延伤的状况 侯友仪式直求对决 他说有人恶意指控 这公务员吃案包庇 现在他说恳请检方 立刻来查办赌职 不要客气 侯友仪直求对决 为的就是要证明 幼童的未要案 新北市府的清白 既然有人恶意指控 这个指控是涉及到 所有公务人员 有吃案包庇的情势 新北市府确定 5月15号才接获通报 也成立医疗小组 民主党却把事情 升级成政治攻防 好好回答 5月22号家长打电话 你刚才都没人屁股啊 这个委员会是17号 通知委员 10天内有给 几月几号 在我们的流程图里面 几月几号 把对手操作成延误包庇案 至于说要员从何而来 还得等司法单位 尽速理清 你知不知道 我尊重整个司法调查 那你知不知道 他来源在哪边 你现在知不知道 是检察官在调查 但是有司法检察机关去调查 所以你不知道对不对 民主党议员集体围剿侯友宜 没有想到却歪楼 国民两党议员戴伟山 跟林博春 护骂狗官跟渣男 两个人大吵一架 乌龙政府 狗官一堆 这个 这个主委 有事业费吗 没有啦 民进党的政府 一直拿这个做文章 觉得说1999 电磁记录骗不了 我们的数位发展部在睡觉啊 我现在来 给你 你公开 你公开 你辞职 有的话辞职 不敢嘛 是不是 辞职负责 你找家长出来 这个案子交给检察官 我相信啊 17年来没有 我的时间了 17年来没有任何一个案子 像这个案子 这样子的受到侮辱 侯已被群起围攻 假讯息满天飞 但若只是健烈欣喜 一步时资料 进行政治斗争 牺牲孩子健康安全 岂不是冷血至极 解释温馨已驾驭 台北新北报道 天神说 眼见为平了啦 另外呢 这个张欣替说 要员 请早剪掉吧 不过另外呢 我们也同步来关心 这个政治的焦点 这一颗震撼弹炸裂 前民政党副秘书长 林飞凡 在13号 他宣布 退选 立委 不选了 面对呢 党工被信骚 使他处理不当 还吃案 明显有督党之责 可是林飞凡 拖了半个月才退选 坚称自己没有吃案 而且批评对手 利用性骚事件 进行了政治操作 立委王宏威他认为 把退选的责任 推给别人是很没有担当 甚至呢 以造成社会纷扰来道歉 而不是事件的本身 就像是新竹市长林志坚 一模一样 我决定退出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林飞凡 获得提名参加 台北市中山 北松山立委选战 却随后卷入信骚 吃案遗云 拖了半个月 才做出决定 强调自己没吃案 甚至还有党部调查的背书 但怎么风波 拖了这么久 才要下车 难道是扛不住党内反对声让 还是要替赤血 我的对手 持续利用受害者的苦痛 进行双重标准的政治操作 原本应该被聚焦的制度改革 以及如何协助受害者的讨论 沦为政治口水跟抹黑 针对这样的攻击 林飞凡的退选 不忘批评对手 用政治口水 防止防害性费运动 网红威眼里可是格外没诚意 他的退选声明里面 他回避了他自己应该有的责任 而且他自己选不下去 却把他的责任推给我 这是非常没有担当的做法 他的道歉并不是针对事件本身 反而是说对造成的社会纷扰而道歉 这样的说法不是跟林志坚一样吗 赖信德高喊要大家信赖 但无论是李正浩还是鸡排妹 都引发内部反弹 甚至现在林飞凡又加一 恐怕自己万万没想到 原本认为秦宾制胜的布局 会逐渐成为一场信贷危机 记者六峰宇 林柏睿 台北报道 现在这场换返绿营的枪口 指向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要甩老三的排名 团队产个大换血 先来看一下邱毅 他这回就举出 他认为整起的未要案 把侯友宜的团队打出了远行 难道就是所谓的耐打度吗 他也说侯友宜必须要设停损点 而且他甚至还喊出 侯友宜应该要把新北市长给辞掉 另外的媒体人黄晓明怎么分析 我们也来看看 他说其实换返赖处理 me too是可以止血 但还可以标榜的是高标准 反将枪口就指向了谁 国民党 爆出信搜争议的蓝伟 成学生傅昆奇 恐怕会成为民进党的提款机 全党形象都会被攻击 但他同时说 这个换返对王宏威的选情绝对 是一个大力多 但是国民党如果因此轻敌 可能最后也会笑不出来 那林非凡宣布在昨天退出立委的选战 黄晓明就说了 整个状况呢 是这个赖清德 是怕被me too风波影响 才会让林非凡成为了牺牲的忌品 就自己的选情 也提醒国民党要更加的小心 国民党爆出信搜的立委 恐怕也会成为民进党的提款机 而且全党形象都会被攻击 换讲当然对民进党不利 但是对赖清德有利 我之前其实分析过 赖清德如果在这个时候处理 林非凡是用吹到底 之前我都讲说赖清德的人设 叫吹到底 不符合比例原则 即便今天调查他没事 我照样把你换掉 这就是赖清德的style 如果今天赖清德用这个方式的话 也就表示赖清德的民调 要在这一波MeToo事件确实受影响 所以他会用最激烈的方式 一降功成万古枯 就很多人都要当他的这个牺牲品 林非凡在这一波 他就必须要跳出来 不要忘记了 今天这一把枪 我们看起来他是打林非凡 但是当民进党打到林非凡的时候 国民党的傅昆琦 陈雪森 就会变成民进党的提款机 一个只是涉嫌包庇 而且行政调查没事的 这一位前副秘书长 我都让他退选了 请问你们国民党 两个被指控信骚 其中还有一个还判 法院判决定业成立的 你们要不要退 我说如果今天是用这个叫做 一逃换 至少换两个 他现在至少换两个 我觉得如果民进党 是用这样的策略思考的话 也许他们觉得划算 因为林非凡本来就 这个选区本来就国民党的 可是我可以打乱你们花莲 打乱你们马祖的整个布局 然后不断的用这个去打 整个国民党的形象 的确 国民党的形象 会不会不断的被反打呢 当然我们持续来关注 这一场MeToo的运动 那MeToo的事件 不管蓝啦 绿啦 白啦 媒体圈 名嘴 吞吞 通通都有人检设其中 那其中傅昆琦 也被外界来点名 但是呢 郝龙斌怎么说 因为当时呢 有人就说证人包含了郝龙斌 那郝龙斌就说 被指傅昆琦性骚的证人 是否有印象 他说没有记忆 如果看到 当场看到 他说他一定会制止 那有没有印象 他说他现在忘了 没记忆了 那另外呢 当然这整起的 性骚的风暴 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蓝绿全部都卷入其中 那对于蓝跟绿的选情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也来看看 是其实蓝营的部分 现在大家也在这段讨论 除了这个呢 信账风暴 也包含了 整个物料案件 这个新北市府 侯友宜的一个反应的速度 的团队的一个反应的态度 那侯友宜的选战 是不是有催命符啊 好 真的没有处理好 是不是恐怕会严重的影响 他的民调支持度跟选情呢 包含外界认为 是不是他一直死抱着 新北市长胜选的经验 但如今你要选的 可是全台湾 全国的总统大位 并不是只局限在新北市 你出了新北市 还会有票吗 另外也来看的是 包含了市府 用市政团队 打2024的大选 市政大选两头烧 这样的一个方式 以及呢 里面的一个调度 不知道适不适合呢 另外因为 现在目前侯友宜的 民调支持 稳居第三了 被甩到老三 排名最后 撒喀都里头 支持度排名第三 民调恐怕破两成了 所以外界都很担心 蓝营目前的 这个选情跟支持度 看起来相对低迷 而绿营 倒是很多人 倒是呢 发现绿营赖清德的支持度 稳坐第一 但现在金报 这样眼见 国民党在这样继续下去 内部很多人 传出非常的着急 现在有传出 这样的一个传言 金报说朱立伦 可能会来担任 这个靳总的主委 全面就来接管2024的选战吗 不过无论如何呢 这个外界怎么看 来看一下 牛许婷的分析 她就说 侯友宜现阶段 需要先站稳脚步 蓝营的基本盘 要先抓回来 国民党传统 陆军优势发挥出来 然后扩当决策圈 弥补现有的不足 选情才会有机会 来到吃甘蔗 要不然这甘蔗 可能也不见得吃得到哦 好的 台中市长卢秀燕之前的IG上头 上传了一段 唱饮可乐的影片 不过遭到多位民党 及市议员指责 并不健康 呼吁她应该以身作则 示范健康的饮食习惯 卢秀有你的回应说 虽然会喝可乐 但平常还是以喝白开水为主 我资深媒体人 谢寒冰就怒批 赖清德不久前才拍影片 说自己爱喝全糖珍奶 那这回批评 卢秀燕喝可乐的这些议员 好像通通都瞎了吗 另外呢 PTT网友更找出了蔡英文 拿可乐开心大笑照片 也是呢 引发了朝圣 网友直呼 瑞银翔惨遭最大回力标 神打脸就来呀 好 头目也来关心的 珈其高雄这位车主行驶 在台88快速道路 排队下交流道 被拍照检举违规行驶路肩 不过警方开罚4000元 但没有想到罚单引发了明月 现在其实下交流道 不敢靠右来停了 就停在主线上头 也造成88快速道路 塞车5公里 警方目前开会讨论 不排除撤销这张罚单 但是呢 他们说 也会在车道出口 来安排人力 来空灯 适时的时候开放路间 让大家来行驶 来缓解车流 停在路间排队下交流道 那有人那时候 所以政府都很收贵 88快速道路 要下交流道 不敢靠路间行驶 因为有人被拍照检举开罚单 急后沿路塞塞塞塞 本色建物 就是这张罚单驾驶po文 为了下交流道靠右停 才不会影响主线 结果费开罚4000元 让其他驾驶不敢停路间 狂塞5公里 也让其他驾驶麻烦 我也没有开拐 一张红拐四千块 没有拐台 家庭六间 塞好塞满 网友回应 罚越多塞得越远 变成88大型停车场 官员说没塞到他 88这个设计根本是陷阱 一张罚单引发民怨 警方言议要撤单 民众因为排队下闸道 遭检局举发的案子 如果符合撤销要见者 会主动含请裁决单位来撤销 台88车流量大 因为无法再进行拓宽工程 驾驶靠右行驶路间下交流道 结果被开罚 警方表示将派人在闸道出口人力控灯 适度开放路间通行 缓解车流 这夜正黄世云高速报道 来谢谢吴冠军 谢谢王恒时 谢谢小猴子 谢谢阿斯 谢谢冰朗五十 谢谢傅子余 谢谢戴飞料的一员 同时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 我们旺旺集团呢 举办了是第三届的孝金奖 要推广的是孝顺 这包含了词曲还有短影片的创作大赛 已经开始报名咯 这个奖呢是非常有意义的 希望大家把更多孝顺的精神传崖给更多的人 报名时间到8月31号晚上12点中截止 一律才现状报名 台湾还有海外地区扫描上面这个QR Code 如果是呢大陆地区扫下面这个QR Code 那哇肖敬腾也担任了评审团的荣誉主席 还要告诉大家 这个金额哇很丰富 单比最高奖金45万台币 总奖金更是累积高达653万台币 也欢迎呢如果您有戏趣的朋友 一起来参加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跟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很重要的理由 NCC关中天没收新闻自由 媒体寒传效应相当严重 但中天坚守第四拳 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多一份力量 端午连假来到乌来云仙乐园 来一趟仲夏端午 乐游云仙亲子假期吧 6月22号 寿星免费入园 6月寿星半价优惠入园 还有泰雅族舞蹈表演 陶笛表演塔罗占星 旺载人偶游园 旅游时速 详细资讯 请扫右下QR Code 搜寻官网 或打客服电话 02-2661-6510 云仙乐园 欢迎您 抗郡好帮手 水神生成机让妈妈省心又省力 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 维持家中清洁 有效对抗多种病毒 抑制诺罗病毒 和肠病毒肆虐 温和不刺激 孕妇小孩皆试用 即日起 旺旺水神感恩大回馈 水神生成机特会组 现省一万元 现在就上快点购 快快来抢购 新闻肺炎卷土重来 上周死亡人数上升25% 12号公布的十大死因当中 提醒大家要小心 其新冠肺炎死亡 居然跃居第三名 台大工卫教授认为 新冠有药 有疫苗 是不该死的传染病 不过严重超额死亡 是政府防疫失败的证据 其他专家也痛批 这根本就是证止 凌驾了专业 所造成的后果 全民来买单 新冠肺炎卷土重来 疾管署公布上个礼拜 并发中重症确诊者 平均日增244人 跟前一个礼拜持平 但是死亡平均日增35例 比上一周上升了25% 都还是会处于一个高点 或处于高原期 所以何时能够更明显的反转 还有待观察 因为新冠肺炎 而死亡的人没有停过 卫福部12号公布 111年国内十大死因 新冠肺炎死亡人数 从110年的896人 隔年暴增到14667人 如果在跟疫情之前相比 更多出24266人死亡 这些都是超额死亡 叫做死亡的超额 再超额 是人为的失速共存 造成新冠的严重冲击 是政治廉价专业 是防疫的人为失败 台大公卫教授 张长全认为 新冠有药有疫苗 是不该死的传染病 竟然成为国人第三大死因 并导致严重的超额死亡 这是政府防疫失败的证据 提出数字反驳 但看在公卫专家眼里 政府成立指挥中心 请全国所有资源 共同抗疫 仍然造成大量的死亡 防疫作为恐怕 还有许多可以检讨的空间 记载黄天耀 王一仲 台北报道 好的确最近疫情这么的烧 大家真的要特别小心 CGY在说防不胜防 燕蓝漫不说 口罩还是戴着吧 黄泉民认为 这个政府实在太无能了 谢谢叮叮叮的打个卡 CTI6699也要推荐这个了 疫情又在伤起来 当然还是要防疫 还要做好 这个时间拉长 很多人都松懈了 但是最近还是要记得 口罩戴好 这个手 洗清洗手 当然还要6月份 迎来的肠病毒的高峰期 欢迎大家要用 这水神抗菌液 来这个做一个 环境跟人体的清销 水神抗菌液的抗菌率 是达到99.9% 是有效这一趟 多种的病毒 省时又省力 自己呢 这个三分钟 都可以做成大量的水神 可以用在环境清销 也可以用在家庭的清销 都非常方便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中天快点go 我们中天观众 有独家的优惠组合 购买的时候也记得 欢迎输入 秀秀的推荐代码 CDI666 三个六 额外会享有 折扣好康 希望大家跟着 螃蟹主播一起溜起来 同时也来关心的消息了 媒体人 谷怀轩跟丈夫 到屏東吃 万篮猪脚 不会吃到一半 突然多上了一道 空心菜 夫妻俩马上就反映说 没有点这道菜呀 但是店员拿出菜单 说有 谷怀轩说 上面的字机 并不是他的 而且最后还是被迫接受 事后 Poen说自己再也不去消费 不店家强青 是加重笔迹 这次呢 没有故意多画一道菜 现在双方完全是各说各话 大块猪脚 PQ带见 万篮猪脚远近殖民 但有媒体人 谷怀轩 Poen同诉 当店去知名店家消费 点了两碗板条 半只猪脚 和一盘地瓜叶 但上菜时 却多了一道空心菜 谷怀轩当场反映 根本没有点空心菜 而且菜单上 字机完全不是他的 但是店员一直坚持 点了空心菜 反映无效情况下 只能吃了 事后Poen表示 要拒吃抵制 但店员委屈解释 自己没有坑杀 客人难过多累 可是变成我这边 我也是有我的委屈在 我觉得我就是 就是针对了这个东西去做 加重去做点菜 可是却造成这个误会 店家澄清正本跟附写版本 都会画圈圈加重笔记 并且当场都有确认餐点内容 双方各说各话 而消费纠纷也出现在 嘉义不带入港 西千蛤蟆架锅煮汤 放入葱蒜去腥味 蛤蟆汤鲜甜美味 但有客人控诉 到待客料理店家 上来的汤清澈透明 没有味道像热水一样 说沙太多清水再煮一次 是当他们年轻人可以骗吗 当场气炸 业者道歉 事先为告知蛤蟆煮了两遍 所以汤头比较淡 难怪消费者怀疑被钓包引爆消费真 记得当初号号关王书宏 嘉义评论报道 有人歪了 今天是不是空心菜好吃了 另外这个好像妈妈说 店员自己会是想吃不小心化了呢 现在也是疑云冲冲 另外同步来关心高雄小港区 有一辆神秘的货车 在下午四点半准时出现 民众一乌风涌上前 原来啊 这是一辆极其贫的货车啦 因为保存期限非常非常的短 也只很便宜啊 随便卖这样便宜出清 附近民众跟鞋身呢 时间一到冲过来手刀抢便宜 就怕卖了还抢不到 小罐饮料食品只要100元 比在超商买 便宜至少一半甚至以上 让大家疯狂抢购抢风了 下午四点半民众遭就卡位 stand by 看到熟悉小货车一到 风楼上前准备抢货 到旁边 到旁边 老板大喊让一让 让出一条空间下货 一箱一箱饮料和食品 让民众抢翻了 人行道变成抢货专区 因为真的太便宜 先抢先赢 会越晚或者是 像天气不好 然后它就会更便宜 想喝什么就拿什么 是不是觉得比外面偏很多 对 乔户车变成行动杂货店 每天卖的东西都不太一样 饮料 牛奶 泡菜 面条 萝卜糕 起司 通通都是极其品特价 快闪出清 到底有多便宜 极其饮料500ml以下 8到10罐100元 1000ml的4到6罐100块 让民众和学生抢翻 它比较便宜是因为它极其 那如果是这两三天要喝的话 是蛮划算的 零售店的极其品 由业者回收 特价大出清 让民众省荷包 在这里实现饮料自由 解红夫人 黄世云 高雄报道 好 我们持续来追踪 林非凡这回不选了 退选立委 那当然呢 这个绿营拿林非凡 季其设了高标 赖清德主席是不是 设下了高标准 想要为整个绿营这回的 me too风貌 信酥风 信桑风暴 来做一个直写呢 但是会不会还有未爆 但还没爆啊 现在党内立委就私底下透露说 有人传出 如果涉及性品议题者 都负起政治责任 只留林非凡继续参选 外界会怎么解读 担忧成林志坚 一时五命的战犯 所以原本看起来 党内的这个报告 认为林非凡是欧帕 怕死没问题 但这回林非凡宣布退选了 现在呢 外界也都在看 是不是赖清德 要设下高标准 为润营来指写 那润营人士也有人说 至少还有一位 已经获得提名区域 立委的参选人 还有跟一位未来 获得征召机会非常高的 艰困立委选区的参选人 恐怕在性贫这方面 都很有问题 张思刚也同步呢 表示说 他认为性骚案 督导就是不周 林非凡你宣布退选 那 他提到吴思洋呢 而另外呢 这个大家也在说 林非凡的退选 看起来对于 这个王宏威 恐怕选情是一个大力多 退选立委呢 以更高的标准 负政治责任的 林非凡这一退 好 跟原本要PK的 王宏威就说 林非凡虽然宣布退选 但是他的声明 他认为有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认为林非凡的声明 回避了应该负的责任 为社会的纷扰而道歉 难道你是林志谦吗 你这个道歉 不是真心为你身为长官 督导 我没有尽责来道歉 而是变成为了社会纷扰而致歉 他认为这个道歉 看起来有点心不太甘 情不太怨 好 不过当然呢 也来看一下黄瑶明 黄瑶明他就怎么分析 林非凡大家都知道 太阳花学运的很重要的领袖 那太阳花学运 当时两位学生级的领袖 退选的宿命 是不是一一浮现 一一叭康呢 因为陈维廷还有林非凡 两位太阳花学运的大将领袖 在当时还被外界封为 尊称为凡神跟庭神 那这两大神看起来都跌落人间 而且呢 进入政治圈之后 两个人参选立委 都因为选入杏骚案件 或是杏骚案的督导不周的案件 而在一个月之内退选 沦为他们的命运啊 不过其实这一回 民进党也是不是省油的灯 他们推出了很多 要来跟国民党PK的人选 民进党呢 女力看起来开始大连线 像是谁 台北市第六选区 推出了苗博雅 PK的就是罗志强 还有是彰化信的第三选区 吴英明 PK的就是谢一凤 看起来呢 这个润营也是摩拳擦掌 想要尽力能够在 性骚风暴当中 来止血 然后来增强他们的 女力战力 不过整起的性骚风暴 大家就质疑了 原本的林飞凡 为什么能够全身而退 不过现在林飞凡也宣布 他也不选了退出立委的选战 前立委呢 林宇峰他就说 会拖这么久 就是因为民进党内部有人想 给他一条深路 想奉他一条深路 不过也是估计太阳花 学运时代选票会不会因此流失 民进党是想开一条深路给他 但是民进党其实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那么喜欢林飞凡 因为民进党有拍戏的问题 我想有些人大概就 主张给他一条深路的原因是 那就看你 看社会的反应 然后看你自己最后 怎么面对这个反应 社会反应现在是已经 到沸腾状态 所以你的问题 不太可能轻易可以过关 上面有很多的古籍 他们担心太阳花的票会流走 因为太阳花的票 显然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这个票是开不出来的 未必有到国民党这里来 但是是开不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民进党为什么对林飞凡会 就是说这件事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 他们觉得林飞凡对太阳花的 这些年轻人应该有影响力 虽然我个人是怀疑了 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这个影响力可能会影响到 总统大选跟立委的选举 所以他们自己其实对选举本身 是有点啪啪了 尤其是王鸿威已经选上了 王鸿威的气势 在他当上立委以后并没有消减 反而变得更强 往上 对 往上的 所以李维法算一算来讲的话 他没有把握 他也不想打这场仗 所以他的退选 我是一点都不敬意 接下来全球现场时间更多内容 把时间交给韩语 韩语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国际议长先看到 美国直来NBA丹佛金块 昨天晚上在主场 蜂王夺得加入联盟以来的首冠 那么这是金块 他们加入NBA第47年 终于是首度的蜂王 那么赛后呢 球迷他们是集满了 丹佛的市中心的街道来庆祝 但是呢 离体育馆约1.6公里的地方 却传出了枪击 目前已知死人受伤 其中有三个人的状况是相当危机 那么根据初步的消息显示 当时是发生了一起争吵的事件 其中有人开了数枪 目前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嫌犯 那么面对品传的枪击事件 其实美国早早就已经掀起 希望是可以管制枪支的一个声浪 不过呢 前总统川普他曾经说过 左派推动的政策 对阻止恐怖的事件 是没有办法发生作用 因为他认为美国人应该是要拥有枪支 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那么说到川普 他日前是被控非法持有国安的文件 妨碍司法等37项的罪名 那么今天他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 是首度的出庭议讯 那么川普他当然呢 他是对所有的罪名是一概的不认罪 而他在法院待不到一个小时 大约是45分钟的审讯之后 他就获准无条件的离开 那么由于他的审讯过程 不准拍摄还有实况的转播 因此法院外也是聚集了 大批的川普支持者 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记者 他的车队在离开的时候呢 他也从车内 视乡兵重 还有媒体竖起大目指 心情看似相当不错 川普批评现在的美国已经被操纵 还有是准备衰落 那么他的车队在听证会结束之后 是驶向了迈阿密一家古巴餐厅 并且呢他在一路上到餐厅 都是受到民众他们的强烈支持 那他在停留的期间 他也预告自己在稍晚 也就是现在呢 他有一个演讲 欢迎民众是到场来支持他 那么其实川普这一次的官司 是继三月之后 他再一次以前总统的身份 被刑事起诉 但是呢 差别在于三月的时候 是纽约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对他提起诉讼 那么这一次则是联邦的政府 使他沦为美国史上 第一个被联邦政府起诉的 卸任的总统 那么针对这一次的起诉 专家表示 由于处理机密证据的文件呢 这些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呢 审判可能会在一年之后 才会开始 那么在对台方面呢 美国的联邦众议院 岁纪委员会 在今天是经过 50分钟的讨论之后 以42票的赞成 0票的反对 压倒性的个票数 是全数的统议通过 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 首批协定的实施法案 那么法案的提案人 委员会主席史密斯 他表示 法案的通过会确认 美国国会 他们对台美伙伴关系的 坚定支持 那么法案今天是获得 众议院委员会 他们的全数通过之后 之后呢 会再送到其他的 相关委员会审理 并且送交到参议院来讨论 那么法案在两党的表决之后 才会递交到美国总统拜登 他来签署 并且是正式的生效 那么其实在对台的态度上 美国日前呢 就已经承诺 会持续的军援台湾 要来确保台湾 有自我防卫的能力 但是呢 其实在另一方面 又传出 现在正在拟定一个撤侨计划 那么这个消息 是由美国的媒体报道 不过呢 却遭到白宫国安战略沟通协调官 可比他的否认 目前呢 他说这个情况是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呢 针对报道 大陆外交部则认为 美国以台制华 是把台湾当棋子 把台湾的民众当炮灰 一起来听 其实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呢 主要有一个很大的关键问题 就是在台湾问题上 双边似乎是不同调 而日前又传出 大陆和古巴达成了一项协议 也就是呢 在古巴建立一个电子监听站 那么尽管白宫是一度的否认消息 但是10号白宫还有国务院 他们都是立刻的改口 证实呢 大陆确实有在古巴有监听美国 还表示在川普时期呢 执政的时期就已经开始 但是呢 即便如此 美国方面还是希望 可以和大陆来沟通 白宫仍然坚持呢 是要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来访问北京 跟年初当时发生的 大陆侦查气球事件之后呢 美国当时是立刻取消了 访华行程 态度还有做法是大不相同 而同一个时间 美国又宣布 对大陆祭出一个 新一波的制裁 想要对话 但是呢 现在又要制裁大陆 这样子的做法 也让大陆外交铺 他们痛批 美方是无理的打压中国企业 已经到了 歇斯底里 不择手段的地步 一起来看 中国大陆到底有没有 在古巴进行窃听 美国的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证实大陆有窃听 而且早在川普时期 布林肯面对记者 表示拜登政府 透过外交努力 弱化了大陆 在全球的监听行动 但不同于今年一二月 大陆侦察气球 入侵美国之后 布林肯立刻取消 反华行大动作抗议 这回白宫 即便认为大陆 有在古巴监听美国 布林肯依旧必须前往北京 白宫坚持布林肯访华 不取消 原因就是拜登认为 美中双方迫切 需要军事对话 而白宫国安会 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 日前就向美国之音的记者透露 表示美中两方军机军舰 近期在南海上空 台海周边如此紧张 要避免误会 化解冲突的最直接方法 就是拿起电话 甚至让高层面对面谈话 然而大陆方面 对布林肯来不来 依旧是已读不回 至于你提到的相关访问 我也多次做出过回应 没有其他要补充的消息 但对美方指称 大陆监听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倒是火力全开 这不过是美方上演的 又一出老戏嘛 外界对此早已不陌生 我们希望美方反攻自省 停止造谣抹黑 停止对各国进行 无差别窃听 窃密的黑客帝国行进 但就在美国希望布林肯 推动美中沟通之际 美国商务部12号 再度寄出新的制裁名单 打算将43个中国企业实体 列入出口管制清单 理由是这些个人或实体 有的替中国解放军提供培训 有的则从事危害 美国国安的行为 对于北京一再强调 美中不是为了沟通而沟通 而是两国必须相向而行的呼吁 美方显然没有给出正面回应 借林韩作报导 不分皮肤的爱恨情仇 还有被沿上的奇葩判决 震撼眼球的离奇事件 奇闻异事 未来都在这儿 由我依依待您前面场 先带动动手指 按下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一起进入最真实的 命案现场 接下来关心间 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首先卫星云图 我们要告诉大家 可以看到这个滞留封面 现在持续在台湾的南部 到巴士海峡之间 靠近封面的南部 还有东南部地区 在今天整天的天气状况 都比较不稳定 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或是雷雨发生的可能性 在中午过后 再加上热力作用的激发 全台各地都会出现 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而且很容易会出现 短延时的强降雨 另外包含在西半部的山区 还有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可能性 同时要来提醒一下 在今天晚间开始 这个降雨还会有 逐步增加的趋势 如果在今天上班上课出门 或是你会比较晚回家的话 最好最好是一定要 带把伞在身上来做备用的 温度方面 在今天各地高温 29到32度低温 大约是落在25度左右 所以没下雨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闷热 提醒大家要多喝水 另外在恒川半岛 还有蓝雨 今天的沿海空旷地区 会出现比较大的风浪 提醒大家 从事海上作业 还有海边活动的话 务必务必要 真的要注意安全 海边活动非必要 最好还是不要前往 另外在今天气象局 针对了几个县市 发布的是大雨特报 我们来看到 包含在苗栗台中 彰化台南高雄 还有屏东 这几个县市的朋友 在今天都要特别小心 在山区的时候 要小心会有落石发生的可能性 也要特别留意 溪水暴涨的部分 低洼处要注意 很可能会出现积水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走势是如何呢 我们来关心 从周四开始一直到了周六 全台各地 依旧是受到滞留封面的徘徊 因此还是会下雨 而且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 但是从周日开始 又有新一波封面要报道了 到时候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天气状况也很不稳定 类似的天气形态 将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二 因此可以说这段时间 天气状况都是蛮不稳定的 大家务必还是要多小心 最后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 同时要多加留意的是 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天气好热 还是要记得多喝一点水 补充水分 同时要做好防晒工作 以免会出现热伤害 另外海边活动 由于在沿海地区 风浪还是比较大的 因此千万不要去从事海边活动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天气状况 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好 谢谢小星星 谢谢孟佩佩 谢谢吴冠军 谢谢红豆豆花 谢谢梅花三弄 还有谢谢提错湖 一批五二四七 大家的应援 有人说最近这个雨 像到全身都湿透了 提错湖再说 公归刚也说 这个高雄淹水 实在是让大家淹得觉得很傻眼 好 当当点到 明的朋友们看过来 有没有下载我们的中天新网的APP了呢 有没有输入CTI666 跟着螃蟹主播一起溜起来了呢 好 秀秀要邀请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的话 来 我们的礼物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越来越精彩 只等你来抽了 还在游鱼什么 赶快来下载我们的中天新网的APP 可以参加抽掌拿更多的好看 当然很多人之前已经告诉秀秀说 我抽中了小七咖啡 蛮好喝的 另外还有基隆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门票 也是我们的抽奖的奖品哦 还有另外如果您在新北的话 新北河滨分bike自行车租借券 也可能会抽到平日租借五折券 另外呢 以及这是上海旅游所提供的宜兰苏澳 立奖冲浪体验优惠券 这个好玩 还有呢 最高你可以还抽到300枚的物网币 网币能干嘛呢 累积足了 就可以换我们中天快点购的折价券哦 好 现在开始 只要您下载我们的中天希望的APP 输入呢 推荐代码秀秀的是 CTI666 三个六 希望大家66大胜的666 任选账号注册 填写完资料 来到中天复古乐园 抽一下 嘿 抽抽乐 你可能就抽中大奖 五项好礼 等你来抽 另外呢 同步来关心了 一张百巢加一枚铜币 能够买土地 吗 105元 真的假的 这是彰化宪府呢 即将代为标售 29笔 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遗留下来产权不清的土地 其中一笔 在彰化二水域名顿 虽然土地面积是不到一平 但是标售地价居然真的 你没有听错 105元 相当于一个便当价格 不少人听了 眼睛马上为之一亮 这样一个便当 有肉有菜 105元 搞定一餐 而一张百超 加一枚铜板 除了买饭 居然还有机会 买地 当当地主吗 实际走访 地点位在彰化二水 杂草堆勾边 就是这一大块土地中 其中有一笔 县府要带为标售 十二次世界大战后 遗留下来 产权不清的土地 面积不大 只有十公分 乘十公分大小 不到一平 而105元是标售地价 低门槛 乍听之下 很诱人 如果这会儿 就会儿子 哦 要来给你敲 对啊 打光吗 要吃什么 不是 不是说不好 旁边就要五张去整合 行情来看 附近居民说 一瓶大约十几二十万 而这笔土地 要是换算成一瓶 只要三万多 相比之下 确实便宜 透过市长机制来 决定他最后 最终的一个得标价 不过面积小 也是不少人犹豫的点 要是未来没走向都更 会有更好的发展 卖了也不一定划算 一个便当的钱 买土地 行不行得通 瞬间引发热烈讨论 记者程盛文黄祥富旺 是韩恩张华 采访报道 105元 你会拿来买土地 还是拿来买便当 来 YT聊天室 欢迎您留言告诉秀秀 同时来关心的是 这次产联17年前球销售冠军 韩国的领导品牌 发表了全新的 这次产品的阵容 而其中呢 有还原了真实色彩的 8K QLED 智慧型的显示器 能够展现极致黑白层次的 OLED的智慧显示器 诠释了个人生活美学的设计 生活系列的电视 更是首度引进了超级界 这个MicroLEDLED 这智慧显示器 不论是色彩 还是对比 还是层次的表现 都获得了很多消费者的肯定 电视的销售量 去年更成功 夺下了台湾市占率的 No.1第一名 台湾三星电子就说 他们将坚守 以消费者导向为设计理念 致力于打造创新产品 跟更上层楼的用户体验 不但要融入宁静科技的一个概念 也要提升装置的无缝串联 让智慧生活更加平易近人 也让科技能够用戏 花莲西的出海口 在13号的下午传出 有男子落水了 根据一旁的目击者调客说 这位男子当时扛着脚踏车 疑似想要横渡溪床 不过却被突如其来 强劲的海浪给直接冲走 海面上波涛汹涌 船艇不断来回积极搜寻 这也是花莲西出海口 13号下午一点 金船溺水意外 据了解落水男子 年约30到40岁 男子疑似为了节省路程 扛着单车试图涉溪 横跨花莲西床到化人海梯 结果被强劲的海浪冲走 而一旁的调客 正好目击男子落海的惊险瞬间 在这被捕鱼的人 都有看到他游走了 大概在海面上 大概100公尺的地方 有浮起来有看到头 现在不见了 现场雕刻也表示 连这大雨导致海浪 比平时都还要大 因此最初五分钟 都还能看到落水男子的身影 但后来男子逐渐消失在海面 现场除了出当直升机 空中不断来回探查 暗讯人员更持续使用望远镜搜寻 同时派遣船艇空拍机 在海上找寻男子身影 派遣我们的海巡人员 然后在那个南岸跟北岸的部分 都有派遣能力做搜索 那我们共居派遣26人 男子以次贪图方便 牵脚踏车超洁净涉溪 布料海浪袭来意外落水 海巡人员不放弃任何希望 积极搜救中 记者刘几家郭伟生 花莲采访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这回呢 又有性骚被爆坑了吗 民进党旗歌作者疑似曾经性侵吗 现在许晓星的亲友仪也受害了 来看的是呢 钟佩军他就说 他就爆料说 民进党旗歌的作者疑似曾经性侵 他也直接支秋对决 喊话绿营你们就不要再双标 那被疑似指名的知名医院秋长 其实在2022年呢 去年3月就已经去世 但到遭到知名的导演彭启元揭发 在30年前 常经性侵女实习生 而且女风也发文证实 那深绿名嘴呢 这是张雨勺 现在也被外界质疑 是不是卷入了性骚的风波 看起来绿营的人士 绿营的名嘴 蓝营的政治人物 蓝营的名嘴 全部都有人卷入性骚的风暴 那财听网美的胡彩萍 他就说 他当初因为不理巴善骚扰 对方居然到处乱讲坏话 就因为他不理他嘛 结果就开始被放话 而且呢 他认为这个人的行径 非常的极度的败累 真的是这个见笑转生气 台语秀秀伯伦的 大家懂意思 去报复女方啦 追不到人家 结果居然呢就开始放话 乱黑人家 看起来这种事情 好像常常发生 那其实来看到的是呢 徐晓星他也跳出来 发这个他讲话了 他说张雨勺 连他的亲戚朋友 都骚扰过 周刊要报道了 才在前一天赶快来紧急 say sorry 道歉 有用吗 拖十天才道歉 请问这十天到底在想什么 在躲什么 想要想说 习是宁人就没事了吗 那另外呢 很勇敢也跳出来执政 这个朱凯翔的 就是呢 陈芳颖她说 她也收到Z小姐来喊指控 跟另外一位A小姐 也曾经遭到朱凯翔的性骚 哇 还有更多其他女生都被性骚 她说朱凯翔拉着Z小姐 跟A小姐唱歌去摸Z小姐的手 有男性有人破斥 你不要把这里当林森北路好不好 那当然黄阿咪也说 朱学恒告发自己 既看不太懂 这个操作又感到狭眼 如果是因此又伤了钟佩君 再伤一次 她觉得这都不是男子和大丈夫 应该做的事情 那整个更多的性骚的风暴 也带您来继续追踪 一个朋友就是呢 跟她完全不认识 也是被那个早安午安晚安疯狂骚扰 就是我觉得她的情况 并不一定是性骚扰 她很多时候跟性没有关系 她甚至没有机会就走到那一步 所以她纯粹耳男 纯粹就是恶心 然后一直骚扰 然后让别人觉得厌烦 然后她通常的做法是 她这个行之一年的做法都是 会先不断讲自己有多厉害 通常女性到这边就已经开始先烦了 但她就会继续想要跟你聊下去 然后比方说像周刊爆料的部分 就有讲说你的身材比例真的很好 我想要约你去泡汤 你要不要来住个饭店等等 就开始用这些话 然后想要 感觉想要对人家干嘛 可是其实对方的感觉都很差 甚至不理她之后 她还是会继续骚扰 周刊讲说现在目前投诉到周刊的人 就超过20位 应该算是目前所有 你说在这一波MeToo事件里面 数量最多的 而且还不包含我这边的 我这边的都没有去投诉周刊 都在她脸书上自己讲一讲 或是跟我讲 那我再讲一次 我的亲戚跟我的朋友 都有被骚扰 都有传截图给我看 然后都是张雨勺 所以她绝对是一个惯犯 矿物局某个高官退休之后 到实况农业工会任职 不却遭到爆料涉嫌性侵女义工 受害人指控高官对她上下起手 当时拿手机来搜证 但是被殴打沉生 虽然双方后来和解 不过两年多来 她都活在恐惧之中 不过被指控的退休高官出面反驳 说当时是女义工纠缠她 你打我你打 救命啊 救命啊 你打我 小房间内女子拿出手机录影 对方越讲越激动 开始出手打她 女子大声呼救 动作相当激烈 影片中的受害人 出面指控经济部矿物局某高官 退休后转到实况同业工会任职 每个月至少领取8万高薪 两年前招募受害人当义工 之后对她伸出闲诸手 最后涉嫌性侵 我怕家人知道 也不懂法理 所以才隐忍至今 但是我每天人活在 被威胁的日子里痛苦万分 受害人描述 当时她拿手机搜证 却遭退休高官全打脚踢 受害人事后验伤报警 最后双方和解 不过两年多来都没能脱离恐惧 决定出面揭发 不过被指控的退休高官 出面反驳是受害人 纠缠她 他送我钱包 他拜托我让他进我们办公室 那如果说是性骚扰 要造成他的故意快 为什么他还要送礼物给我 性骚扯文联环报 受害人将再度报警 希望能讨回公道 不过现在双方各说各话 就等司法让纷争 衰弱时出 在王志伦承官特别报道 为了帮助身心障碍的朋友 在地就养在地乐火 是新闻市运用了 公益彩券英语的基金 结合了民间企业 回馈公益设施的空间 第33家小座所 跟第9家的社区居住家园 举办了必开幕的仪式 而今年年底前 也将在新店设置日照中心 精致的串珠项链 还有五彩缤纷的帽子 针线包 做工精细 您可能没想到 他们全是身心障碍朋友 完成的作品 五谷周子阳地区 成立小座所 和社区居住家园 希望推动在地就养 在地乐火 大家现在看到说 他们可以操作永生花 但是我必须要说明 那个是经过 三年努力的成果 他们刚开始 其实是很困难的 连坐在椅子上都有困难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他们的作品 透过不同的缝 黏 贴 手跟眼睛的配合 可以情绪稳定性地 去坐在椅子上 所以他们才可以完成 今天的作品 除了能够在熟悉的环境 生活训练 接受照顾服务 与自理能力 也解清家庭照顾的 心理负荷 和经济负担 五谷 周子阳的小座所跟 我们的一个方舟的 一个居住家园 实际上是我们的 分别是我们的 第三三处 跟我们的第九处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预计 我们可以照顾 二十六位的 一个身心障碍的朋友 我们从日间的照顾到 夜间的一个协助 主要的就是 我们希望透过 这些的一个服务据点 能够协助我们所有的 身心障碍的朋友 能够在生活上面 有自理的能力 十五岁以上到六十四岁 涉及新北市 领有身心障碍 这名有生活 自理能力的人 就可以参加包含烹饪 手作 清洁打扫等课程 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 记者王淑铭新北市报道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之后 如何帮助监督的力量 更加强大呢 请您每天一起这样做 随之随地打开 我们中天新闻网的APP 随意滑一滑 第一 每天为我们 试则新闻按赞 好在顶下的这个小手手 按下去变成蓝色就对咯 每一个赞就可以获得 一枚的旺币奖励 第二 每天写下实则留言 每一个留言就可以获得 一枚的旺币奖励 第三 每天帮我们分享 实则新闻出去 每一个分享就可以获得 一枚旺币奖励 旺币越积越多 就可以兑换快点购的 格价券 或者是特别好礼 每天滑一滑 中天新闻网APP 做好支持中天三步骤 十个赞 十个留言 十个分享 让我们监督的力量更强大 老板早安 我要一杯冰拿铁 拥有自己的杯子 可以喔 写印环保 我们是在环保杯座折五元 谢谢 Keep going桃喜杯 双层不锈钢真空设计 保温效能优 桃瓷涂层 内胆也不易残留异味 网口设计清洗十分方便 小姐好咯 谢谢 谢谢 学生妈妈 拜拜 拜拜 中天文创 Keep going 桃喜杯 拿铁色 清新白 快点购热销钟 减速生活 从你我开始 太阳就是善花的儿子 帮忙想想要怎么样才能帮善花找回孩子 你要成为大国至谷的理事 重回公司 OK 我们试试看吧 凤善花理事 你知道有关节衣资金的事吗 是我们公司其中一位大活动 但从没见过他们的代表理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善花的 怎么偏偏是善花啊 难道就不能死了这条心吗 节衣资金代表理事已经到了 凤善花 周一至中午晚间六点 安美诺美白修护霜第二任丈夫 哈喽 螃蟹抱抱们早安 大家欢迎光临 我们的中天银绣报新闻 我们有新包厢新子品